恋爱交往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女人 她们像吸血鬼一样欺骗你的情感 却又假期心地说社会你好 五大特征表你无疑 看见你身边有吗 一 觉得自己很美丽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都是经济时代 每个人都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然而也是这些原因使有了女人 因为今天才能误制 而去背叛了自己的婚姻 不管女人是十七八岁的 还是十五十岁的女人 她们总是会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 天生一副美丽多人的感觉 当她们看到男人的时候 就会情不自主地去和她们打招呼 她认为自己长得很漂亮 这些男人都会很喜欢自己 其实她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其实长得真的很丑 并没有她们想象中的那么漂亮 她们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整天和社会上那些不正经的男人 混在一起 现在的女人 她们根本就不会像过去女人那样安分守己 一心照顾着自己的家里面的老父亲和母亲 还有她们的孩子 甚至当她们嫁过人之后 全身心地照顾她的婆家 但是现在的女人 她们都是属于一种水性洋化的女人 她们整天只知道 同那些外面的男人整天鬼魂在一起 因为她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 根本就满足不了自己 同时和她在一起也会是记得心情变得很糟糕 于是她们就选择了整天和社会上的那些小混混 鬼魂在一起 她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也好 她们总觉得和自己站在一起 最会是自己心情感到舒畅 三 根本就不爱那个男人 却因为那个男人有钱 故意装着很喜欢她的样子 可是现在大多数的女人 她们都在高认识自己老公的时候 对她们说我不在乎 你的家里有多么的护育 我只在乎和你在一起 能够开开心心 但是她们总是会 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在说话 现在很多女人 她们都会因为金钱的原因 而去背叛自己的婚姻 她们总是在外面看到一些有钱的男人 就会和那个男人靠近 其实她根本就不喜欢那个男人 却总是每天在那个男人面前说 自己有多么的喜欢她 甚至于说一点 花言巧语 利用一些手段 把这些男人骗到手 其实我们都知道 算是那种类型的女人 她们只在乎男人增上了钱 根本就不会真心的去背叛她们 是见到男人就主动投怀说报 现在的女人都比男人心情极少 她们总是会在大街上 如果看到一个和自己很合适的男 她们都会主动前去 和她们说话 搭讪 也会和她们要一些聊天方式 这样以便她们以后的沟通和联系 然后当她们看到很帅气的男人时 她们都会投怀送抱 不管对方是拒绝还是接受也好 她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对自己还有信心 然后就会给这些男人同怀说报 其实她们心里很想让这个男人对自己负责任 从而也很想和她们发生一些性关系 这样才能够使那个男人真心的对待她 5.勾眼看人低 而且有的女人觉得自己攀上了高不帅 然后她们就会在自己的朋友面前 表现出自己很有钱的样子 就像我们常说的一样 狗眼看人低 她总是认为自己很有钱 我同时忽略了自己身边那些没钱的姐妹们 她们觉得自己有钱了 就不想和她们 这些没钱的人待在一起 这样有较低自己的档次 她们总是会在村门的时候 把自己打扮得耀武扬威的样子 总是在人家面前表现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总觉得自己就是比她们很强 甚至于强一百倍的样子 其实这些女人 她们只是得到了她们想要的东西 却同时丢失了自己原本的本性 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 遇到这样的渣女 男人女人都要离她们远点 且心且珍惜